由台大实验龄辅导成立的望乡部落联合木工坊 日前在所有部落木工师的潜心指导之下 交出了相当杰出的成绩单 为此台大实验龄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 处长蔡明哲也亲自前来评分 看到大家深具创意又有美感的木工艺品是赞誉有加 期望部落的木工坊能继续创作 未来成为发展部落文创观光和DIY工坊的领头羊 台大实验龄管处处长蔡明哲 带着农学院院长徐元泰一起来欣赏也一起评分 望乡部落木工坊 最正值接受水里木工厂老师傅训练之后 所创作出来的木工艺品 很有创意又有原味的创作品 让大家都很难做出选择 希望能够他们借由他们的巧手 来创作有原住民色彩或是原宿的一些木工品 让这些木工品能够在整个他未来的一个 比如说民宿的一个推广 或者是一个观光旅的推广上面 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不只是对台湾大学的学生 而是能对全台湾的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能构陷一部分的力量 由台大实验领馆处在望乡部落推动的共荣计划 最开始的培训秉级木工师 然后辅导成立木工坊 现在很有成果 木工学员除了学到专长 也对部落未来发展很有期待 那当然我们感谢很多的木工师 跟我们这些学员能够 真的是互相的鼓励合作之下 才能够演细到今天 那当然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功课要做 那我是希望说把我们原住民文化特色的部分 真的是能够落实的发扬光大 尤其在这个点 它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生活这个环境 也会带动 比如说我们要发展观光 也就借助这个点 它也可以发光发亮 能够在地方带给地方上一些繁荣 或者是在经济面上它也可以带动 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 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严肃 再来一个新的一个创意 让这个作品能够展现 再次的谢谢我们台大实验林 能够真的是实际共荣共享 把好的部分 把我们山上不足的部分来带到部落来 真的是非常感谢 最后第一名作品 由田津城的创作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除了单纯的成果发表 未来这些木工艺品 也可能成为部落观光 DIY的产品 有了台大实验林的协助 汪香部落也将朝向新一木工村来发展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